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没有Vogue盛典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机会看到王一博去分享这张手攀红点证书 新手 只有几天的训练 从开线到完成手攀 并对其线路进行命名的这样一个挑战 可能在国内都没有人做过 探索心境中专业攀岩教练对于王一博这次开线 手攀的评价 而这件可能国内都没有人做过的事 王一博做了 并且做到了 还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手攀红点证书 牛吗 就是牛啊 必须牛啊 如果不牛 黑子们又何必绞尽脑汁颠倒黑白的去贬低去污蔑去造谣呢 王一博有多喜欢探索心境 有多骄傲在探索中取得的一系列新技能 Here's my name Vogue盛典官宣阵容 王一博自己拍的官宣图 用的是自己在探索心境中获得的手攀红点证书 没办法 王一博就是技能点多 全面 优秀 还是无可争议的时尚宠儿 晒证书了 终于看到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的手攀001号红点证书了 还是他亲自拍摄的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炫耀呢 不仅是荣耀的象征 更是对极限挑战精神的诠释 你准备好跟随他的脚步 探索未知的攀岩世界了吗 攀岩 一项融合体力 勇气与智慧的极限冒险 王一博在垂直岩壁上 以超凡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 面对未知与危险 展现了极高的探险精神和创新能力 他挑战的手攀线路 难度为5.10A 是一个相对较难的等级 需要攀岩者具备较高的攀爬能力和技巧水平 每一次尝试 都是对自我的超越 每一次修正 都是向顶峰的迈进 他的成功 是对攀岩精神的完美诠释 更是对极限可能性的勇敢探索 2024年6月29日 王一博与刘勇帮老师一起 完成了这条被命名为 风雨无阻路线的开线棘手攀 他们的名字会永远留在 杨硕龙村猴子山的这条攀岩路线上 他的这一成就也激励着 更多的人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只想说 王一博 大写的牛 王一博行动力满格 以热情点燃极限梦想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偶遇明星总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而最近 有网友在北京偶遇了王一博正在攀岩 这一幕不仅让粉丝们惊喜不已 更让大众看到了他不同寻常的一面 这位年轻的偶像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都展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航动力与热情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仿佛在告诉我们 青春 就是要有无限可能 王一博 这个名字如今已经成为了年轻 活力与梦想的代名词 从歌手到演员 再到滑板 摩托车 滑雪等极限运动领域的脚脚者 他的每一次跨界尝试都显得那么自然且充满挑战 而这次攀岩的偶遇 更是将他的航动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这项需要及高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的运动 王一博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勇敢地迎接挑战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极限运动的热爱与追求 在娱乐圈中 王一博以他独特的魅力和不懈的努力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但更令人钦佩的是 他不仅仅满足于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更在生活中不断挑战自我 寻找新的突破 无论是滑板上的飘逸身姿 还是摩托车赛道上的风驰电车 亦或是滑雪场上的矫健身影 王一博总是能够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一项运动中 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极限的渴望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在滑板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不仅在各大综艺节目中展示了高超的滑板技巧 还积极参与滑板文化的推广 与滑板圈的前辈和新生代交流切磋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与尊重 他的真诚与实力 让他在滑板界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心中的榜样 王一博的航动力不仅仅体现在 他对极限运动的热爱上 更贯穿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从最初的歌手身份出道到后来转型为演员 再到如今的多元化发展 他始终保持着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每一次角色的转换 每一次舞台的呈现 他都全力以赴 力求做到最好 这种不拖沓 不畏惧挑战的精神 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 王一博的每一次尝试 都像是在给年轻人传递一种正能量 只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的航动力与热情 不仅激励着自己不断前行 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他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畏艰难 不惧挑战 总的来说 王一博是一位充满航动力与热情的年轻人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 他的每一次尝试都让人充满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他会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 去迎接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而我们作为观众和粉丝 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鼓励他 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 更高 更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